金兔年封關 台股在今天上漲了38點 有史以來第一次 封關說在一萬八千點之上了 在今天量能三千兩百億 三大把人為了要迎接 為了要因應 接下來九天的廉價 所以今天相對都比較保守 都占回了賣方 尤其外資 外資結取兩天的大買 在今天現貨賣超 期貨的空單在今天 還是維持在五千四百九十四口 現在還是有避險的需要在 不過提到了外資 我們來檢視一下 整個的金兔年外資 買了哪一些 冠青老師我們請您上台欄 金兔年外資在現貨市場 台北股市買了一千八百五十七 買最多的叫台積電 然後群創宏基 仁寶 以及半導體封測的龍頭日月光 PCB族群載版的星星 大連大 中信金 元大金還有廣達 先問這些外資去年的最愛 有一些今年會繼續愛 你比較看好誰 台積電一定看好的嘛 台積電然後呢這個仁寶 還有包括什麼日月光 還有包括像是這個廣達 因為其實我們選這些公司的原因 就是在於說他跟AI的關係非常的大 而且呢今年成長性會非常的強 來台積電看一下 台積電歷史新高叫做688 今年一月份一度衝上了648 差40塊錢 台積電今年會用什麼樣的節奏 有沒有機會過歷史新高 甚至更高 可能是要慢慢的過啦 我覺得其實688應該會過 因為畢竟我們之前 從這台積電今年看出來展望來講的話 是比去年還要成長 而且當然主要原因 也是在於AI部分成長真的很多 所以我們再縮小一點來看 其實688應該已經出現在很久了對不對 這一段的套在688的人 其實今年是有機會解套 因為現在畢竟只差了 大概40元左右的一個價差 而且呢其實去年 應該說今年還要持續成長的話 我覺得老實說就是時間的問題啦 可能頂多我想可能半年三個月左右 他可能說不定又不到688 甚至到688之後其實700就進了 台積電經營的操作 你覺得要做波段 還是說其實因為他會逐年的增加 他的配息 值不值得長期跟他拗下去長相廝守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啦 只不過說台積電就有一個很大問題在於 因為他股本真的很大 而且呢 你只要看到美國股市 只要一跌的話就有人要提款 對不對 所以你也可以怎麼做 就是看台積電去做台積電的一個供應鏈 就是我們之前講過 像洪康啊 或像是洪碩這一類的公司 其實反倒是更活潑 我想這也是一個選擇的方法 好 星星 剛剛講到了星星 但是星星在今年一月份 一度試圖有一些題材 來看一下星星的K 他就在這個區間盤盤盤 今年會怎麼走 買星星不如買滑通 其實之前在節目跟大家講過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現在一個狀況 ABF還是不好 其實應該在上個禮拜 還是這個禮拜新聞吧 ABF最大廠 應該說最龍頭的廠 叫Ebidden Ebidden條降才測 所以你說星星能多好 你看到這邊來 他沒有突破的跡象 對不對 但你可能說會不會有機會反彈到208 他有啊 因為一定有AI的單子 但是相對之下 我反倒是認為 如果你要去拚AI單子的話 其實我們看那個 我們看滑通好了 滑通最近是投信買來買去 買了又賣 賣了又買 這上去也是投信買的 下來是投信賣的 但是我們在上個禮拜跟大家講到 滑通其實現在的狀況是 他的AI伺服器 我們講過的OAM加速版 跟所謂的一個UBB UBB是所謂的一個副版 他慢慢開始接單了 而且呢 整塊的AI伺服器裡面 還有一個叫做HDI版 其實滑通也在接單 所以你看到這些跟AI伺服器 應該說其實最有關係的 我們看到2368的鏡像電 其實看鏡像電股價 其實今天股價創新高 一個254.5 一個70元附近的話 我認為如果你 你不如把這個新興的錢 拿來去買這個滑通 因為如果哪一天 外資的看法跟我一樣的話 滑通可能說不定就三位數了 OK 好 同樣接下來 你剛才覺得看好的日月光 就是跟台積電比較有關係的 半導體就是上端前端 就是後端的封測 同樣也是投信 去年買車的Top10 怎麼看日月光 我想這個日月光就是封測嘛 而且它算是比較平穩的 它去年賺了七塊八塊錢左右 事實上本益比來講 真的是不高 台積電會上 它一定會上 而且呢其實它知道現在 最缺的是COAS的產能 當然是在日月光 它應該不叫COAS 可是呢 這個應該說 輝達的一個COAS 里外的一個供應鏈裡面 它必須要找日月光 所以我們看K線圖好了 事實上 我覺得日月光是 應該是有機會 你看其實它股價是蠻平穩的 是有機會慢慢往上走 而且最近它 好像記得是法說會 法說會之後有做修正 其實大概在一百 一百二十元的附近的話 我覺得應該還是值得去 應該說還是值得去參考的 OK 好 這是外資在金土年買超 比較積極的廣大 跟大家講題材跟操作策略了 另外我要問一下聯電 投信去年最愛的是聯電 買了四十六萬張 但看看聯電最近的股價破了年限 要回測半年限 差點把所有均線都給跌破 投信在這邊買了一缸 現在應該投信還在裡面吧 應該沒有出 但是我想 聯電是防守型的持股 因為畢竟它一定應該是 還是高值利率 只是說成長性是有限的 因為今年來講的話 你看到其實 尤其是去年下半年開始 車用變不好了 車用用的多半而言都是一個 應該都是成熟製程 而且也不只只有車用 其實其他用成熟製程的部分 現在面臨的是什麼 是叫降價 所以你看到其實在五十元附近 我覺得你說它會大漲 我覺得也不太容易 會大跌也不容易 因為它畢竟有辦法能夠 應該有辦法能夠 EPS在五到四左右的話 現在這個應該說 現在這個價位 是對得起它的一個EPS 只是說成長性是相當有限 OK 所以你要不要把錢放在這邊 有沒有效率 自己算盤打一打 最後我來問一個 外資也買 去年買超第二名 投信也買 去年買超 也是Top10 面板今年到底有沒有機會 我比較沒有那麼看好 因為原因在於說 其實外資在買面板 都是看淨值 因為這個情創淨值 我記得是二十五塊錢 二十五塊錢 所以距離淨值 有很大一段距離 可是它今年有沒有機會轉贏 其實恐怕還是有點困難 這可能就是還是賠了 零點幾塊錢左右 那能夠轉贏不能轉贏 可能要看這個MicroLED 有沒有做上來 那現在市場的想法 其實這一波漲上來 有一個很大原因 是因為大家的市場 對於MicroLED的想法 是比較正面的 那如果真的做了上來 開始真的是 這個取代上的一個應用 開始上來的話 它就有機會 但如果沒有的話 事實上我們把縮小一點來看好了 事實上來到都差不多了啦 我認為是都差不多了 對 差不多之後 其實這裡呢 我的看法是比較負面一點 而且呢 其實剛剛你看到投信買很多 那個我沒有記錯的話 是元大高股息買的 那好像是元大高股息 所以好像也沒有什麼 值得參考的指標 OK 好 所以投信在去年買超 很多都是被動性 而不是主動性的學股 所以買超相對的前市民操作策略 提供給你做參考 好了 進入接下來的大主題 如果AI 樓年能夠行大運的話 AI伺服器所蔓延出的商機 有哪些 好的 我想今天主要跟他談的是 散熱跟倒軌 事實上散熱我們談了很多次的 其實投資朋友有興趣的話 2023年5月15日當天的節目 你再拿來看一遍 當時我們跟他講齊鴻 談這個 談這個技嘉 談勵志 談高麗 我其實到現在為止漲了好多倍 我都算不出來了 所以今天除了散熱之外 我想還加入一個東西要跟大家談 叫導軌 我們先跟大家解釋 這個其實過去的伺服器 高度大概低於4U 我們現在在講這U是什麼字 其實U全名叫什麼 叫做RECK UNIT 就所謂的一個 應該這個字 這個字呢 如果大家查就叫機架 叫做機架單位 所以以前可能是1U 2U 3U 對不對 那怎麼樣 都比這個4U還低一點 而且重量是比50公斤還要低 但是現在高階的AI伺服器 東西都重了 現在要70到100公斤以上 而且採取高U數 也代表說他可能要超過5U 超過6U 甚至有7U 8U以上的 他包括高U數 包括他的一個密度跟重量 是大不度成長 所以這些零組件的一個數量 跟規格大升級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 他的密度增加的話 是不是散熱更不容易 所以散熱要做更多 對不對 但是呢 他的一個重量增加的話 什麼東西會增加多了 叫做倒軌 我們來看 先來看川湖那張圖好了 我們讓大家知道什麼叫做 叫做倒軌 來看一下川湖這張圖 這叫倒軌 大家出來有沒有覺得 這個東西很眼熟 對不對 這東西很眼熟 其實倒軌過去啊 過去最重要的一個市場在哪裡 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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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的廚具 是不是很多抽屜 就是那個倒軌 也拉出來啊 沒有錯 但是說真的 廚具弄倒軌 價值不高嘛 但是伺服器倒軌 價值就變得很高 而且這個東西精密性很高 因為我們廚具 可能老實說一個抽屜 或是要放的東西有限 所以我們負重力 只要一點點 了不到幾公斤 但這個是放放這個呢 這個很重耶 這非常重 而且現在一個機架裡面 裝了那麼多有的沒的 所以現在的這個東西 變得很貴 對 我們回到剛剛的一個字卡 回到剛剛的字卡 所以我們要回到這倒軌 來跟他講 一般1U到4U的伺服器 只要一組倒軌 那現在高優速的AI伺服器呢 因為可能CPU或是GPU 它各需要一組倒軌 所以他說為了要更換CPU比較快 GPU比較快 或是排除故障的一個效率 它倒軌增加到兩組 一組就是一邊一個就是兩個嘛 對不對 兩組就變成就變成四個 然後呢 要提升它的承重跟抗撞能力 所以呢 單價是進一步提升 我們剛剛講的如果做廚具倒軌 那個承受能力不用那麼高 對 但是你如果做伺服器的 因為現在要拼到70到100的話 哇 我承受能力要變高很多 這個東西它單價自然就變高了 對不對 所以剛剛跟他講 這個倒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等一下有機會再跟他講到 另外是所謂的散熱 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現在在談一個東西 說現在多半是用氣冷嘛 對不對 但是怎麼樣 如果未來採用水冷板的話 高度呢反而是怎麼樣 可以降下來 因為現在要弄到5U以上啊 但是他說如果用水冷板的話 可以降到4U到5U的機櫃高度 因為他能夠用在最小的空間裡面 去散這些熱 然後呢灰打去測試啊 如果用相同的算力之下 使用液冷 所需要機櫃是怎麼樣 要減少66% 對 然後呢 美超維為什麼會大漲 因為美超維的專長 就是部署液冷機架 所以你去看到其實這一些 跟散熱有關的 我們之前在這個節目跟大家講過 你現在最紅的是旗紅 因為旗紅是應該說 輝達的公版 他所採用的叫3DVC 這是氣冷加 應該說這是氣冷的東西 3DVC這東西呢 事實上呢 他公版採用 但是輝達有 除了公版之外 他給美超維做的 美超維在搞這個 所謂的液冷部分 液冷部分 是這個雙紅所提供嘛 所以你去看到這些東西 事實上我想今年的成長性 都是非常的大 我插播 這會不會互打 就是說他這邊 因為他要用高油 所以他的導軌要增加 但是他用液冷之下 他的機櫃又減少 那機櫃減少 導軌不是相對的又減少了嗎 沒有錯 但是我要跟同學講 重點在這裡了 重點是 輝達現在啊 B100跟B200 今年要推出的 應該說今年的B100 跟明年B200呢 他目前為止 沒有打算採用液冷做公版 所以公版歸公版 對不對 公版他採用的怎麼樣 他還是所謂的3DVC 但是呢怎麼樣 他的一個應該說 你其他的ODM廠 這個所謂的一個美超圍 然後或者是包括 你去找文影設計的 我可以用液冷 但是呢 畢竟輝達沒有說 我全面使用液冷 輝達是告訴你 我去測試一下 我發現到機櫃減少66% 所以這兩個是互打的 沒有錯 這兩個是互打的沒有錯 所以在還沒有 一個說在還沒有採用液冷之前 導軌需求很強 對不對 那如果採用液冷的話 他可能現在還是一組導軌 那恐怕結果需求會比較弱一點 可是現在的狀況是在於說 公版採用的 他叫做3DVC 3DVC所需要的這個機價數是高的 所以我們回到這個 應該回到 先看到川湖那張圖好了 我們跟大家講 其實川湖這家公司 其實很厲害 最近今天股價很弱 主要原因是在於說 事實上 昨天應該說這兩天 有一個媒體寫了一個 寫了一個新聞說 南俊搶了川湖的一個單子 但是我要跟大家澄清 應該沒這回事 為什麼呢 其實川湖的專利有幾個 3204個 你隨便亂做個專利啊 你就侵犯到川湖的專利了 他2021年去告 昆山聯德侵權 到2023年呢 其實審的比較慢一點 三審結果啊 昆山聯德呢 是怎麼樣 敗訴了 所以是川湖勝訴的 所以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回到這 下一張的字卡 這個川湖的字卡 我們再跟他解釋 其實今天大跌 我看今天投信賣了400多張 川湖第三季毛利率多少 百分之58 南俊第三季毛利率多少 19% 那南俊已經公佈 第四季財報了 第四季提升到24% 但川湖還沒公佈 可是呢 這是61是誰估的 是元大所估的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好了 事實上這個 應該我們剛剛講的 AI伺服器啊 開始所謂的高優數 導軌負重增加 ASP增加 單價增加 那這一波 其實有一點拉回 是因為元大去估啊 他的第四季 業外匯損有5.7億 台幣升太多 沒有錯 台幣升很多 而且他股本又很小 不過你不用擔心 業外匯損的問題 為什麼這麼講呢 投資朋友去看這個台幣走勢 如果以1月份來講的話 這個5.7億啊 至少回轉一半回來了 因為台幣剛好 到12月是這樣走的嘛 然後到1月份 大概到這邊到一半 到高點跟低點加起來的一半 所以呢 他的業外部分 大概1月份呢 我們估計至少回轉一半以上 然後呢 我們剛剛講的 AI比重 他是28% 這個是元大所估的 今年元大估啊 他全年的AI比重 應該會到40% 然後呢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先前元大認為說 川湖沒有那麼好 原因是他這邊會估說 可能B200 B100是採用3DBC嘛 他們認為B200呢 可能要採用藝人 結果他們去 訪查發現 沒有這個事情 他說B200 2025年B200 還是沒有採用藝人 所以呢 導軌ASP續徵 那這個元大去估 2024 2025的EPS 分別是48.27跟54.07 當然目前如果 以研究機構來講的話 是元大估最高 可是有些法人估啊 事實上可能估到 超過50塊以上 不過就不知道怎麼估吧 就不曉得 那回到另外這一家 最近的超級標 我叫南俊 我們剛剛講的嘛 就 據說搶到川湖訂單 但是我跟大家講 你看看就知道這個 這怎麼搶得到訂單 這開什麼玩笑 這不到人家一半的毛利率 然後呢 其實他第四季 去年第四季不錯 原因是因為 他第四季呢 他任列了一個東西叫什麼 他2022年跟AWS 做一個專案開發的滑軌 然後呢 他這個部分呢 其實呢 這一塊部分呢 去年第四季 他開始賺錢 把這認列進去了 所以呢 第四季EPS多少 0.2 請大家看清楚 不是20塊是0.2 我沒有寫錯喔 是0.2喔 然後呢 他的AI伺服器 佔比多少 8%到9% 川湖多少 第三季是 第四季28% 其實你要40% 再比 再比清楚一點 40跟8%到9% 到底是什麼比法 這我不太曉得 沒有錯啦 第四季毛利率創下五年新高 但是五年新高 是多少 24% 我們看一下K線圖好了 這個看一下這個 看一下這個南俊 他最近就是 連續幾天漲停板 今天其實盤中是漲停板 但是後來有傳出來說 根本沒有搶單這回事啦 不過 到底有沒有搶單 其實我不知道 川普會不會出來做澄清 不過 你看 EPS0.2的公司 他忽然從90塊 漲到147.5 會不會太誇張 我問兩個問題 如果南俊 現在有賺的投資朋友 在新春開紅盤 不但當天是開高還開低 南俊下來的操作策略 你會怎麼建議 我個人認為應該下車了 因為 單季0.2啊 對不對 今年沒有錯 今年會比去年賺得多 因為他會開始出這個 跟AWS的專案 所以呢 其實今年應該說 今年如果每季都0.2的話 事實上 下來大概賺一塊錢嘛 但是開股價已經漲到多少 147.5元 那我們回到看這個川普 川普的K線圖好了 川普其實他的一個 他的這個 他就是在110這邊 就是開始傳出來說會損啊 傳出來說被搶單的關係 其實老實說他1000 因為1000元附近 他還是守住的 其實我反而認為 其實川普可以做逢低布局 因為畢竟 真正的一個倒鬼AI的王者 其實在川普身上 不是在南俊身上 OK好 所以川普新春開紅盤 如果往下跌的話 應該是可以買了 應該是可以買了 好這是川普 來接下來散熱呢 那散熱我們談過很多次了 實際上散熱我還是非常看 像齊鴻部分 我們在之前跟大家講到後 其實齊鴻不是只有做3DPC 高盛其實在上個 上上禮拜上禮拜 他們去訪查這個齊鴻 齊鴻說 我們現在已經提供給客戶 開始提供藝能方案了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齊鴻 如果以後做藝能的話 我就沒有單 不會啦還是有單 對不對 然後呢這一檔叫什麼 叫勵志 事實上呢 他目前投信持股 2196張 齊鴻我去看齊鴻 目前投信持股 6萬多張啊 所以這齊鴻 老實說投信再加碼機會不高 但是會不會加碼勵志 這我不知道 所以投信可能買滿了 那齊鴻我們之前講到過 他跟英特爾成立先進散熱實驗室 然後呢 現在最近的一個消息是說 他的新裝先進藝能產線 本季末就到位 所以你大概可以猜測得到 其實第二季第三 應該說三月份 甚至到第二季開始的話 他營收應該上來機會很高 那這個先進的藝能產線裡面 有什麼有隨氧板 單項兩項式的進步式他都有做 所以呢這個東西應該是十之八九 我想出給伺服器 出給AI伺服器 都沒什麼問題 而且這是公司先前法說講的 去年大拉特拉的一波 就是因為他說五年內 營收會二到三百億元 去年營收才多少 八十三億 我們看看黑線圖好了 事實上今天是投信 應該是投信賣超出來的 今天投信賣超 然後還有外資也賣超 不過我認為也還好 因為剛好面臨前高 拉回一下應該是ok的 他去年前三季 EPS超過七塊錢的 所以去年可以賺到九塊到十塊 應該都不意外 如果說加上他整個的先進 先進藝能的產能開出來的話 其實我覺得股價可能不會只有這樣子 所以他創高還有機會 相對便宜嘛 你看166這個多少 這426耶 這426不是貴 我認為是高貴不貴 為什麼這麼講 他的伺服器客戶是誰 Meta跟美超微 這個我記得在上上星期跟他講過 那輝達B100的設計 功耗會上千瓦 不過還是用3DVC 可是我們剛剛講的 公版使用3DVC 但是怎麼樣 如果你去找美超微 或去找微影做的話 你要做靜默式的 或是做這個異能式的話 都有可能對不對 那重點是他是主要是美超微供應鏈之一 所以所以他這部分 其實他因為說 只要你不是做公版的 你是找美超微做的話 雙紅就有膽子接了 那除此之外 其實公司老闆林玉生董事長講的 2025年他認為水冷會超越氣冷成為主流 就明年喔 沒有錯就明年喔 然後呢今年伺服器預估要佔營收30% 所以看一下K線圖好了 其實最近你是股價創新高 但是我認為拉回之後 畢竟他認為易冷這麼好的話 其實應該安全一點 可能拉回400元 但是我認為說當然這裡要參加他拉回400元 恐怕也是有 恐怕不容易 因為他的大客戶 每超微都找到天上去了 所以可能我想呢 可能就是在400元附近的話 我想也是找機會來做一個承接 了解 好 謝謝冠青 請先回座了 所以兩大族群一個做倒軌的窗戶 在接下來還有機會往上 散熱的荔枝跟雙紅 在未來都有機會往上 價位以及題材還有操作策略 提供給你做參考了 好 下一段我們要告訴你這新春 銀紅盤買什麼 上一樓節目 POWER ONE 指東告訴大家 包括了車用 包括了重電 奧運還有一些生技族群都有機會 這會 Part 2 接下來林中要告訴你 有一些營收創高股 股價沒有跟上去 怎麼用RSI的指標來討回公道 休息一下 稍後告訴你 金融年新春開紅盤買什麼 剛剛POWER ONE 指東告訴大家 四大族群長相不錯 現在Part 2 林中要告訴你 有一些營收創高 但是股價被低估了 林中怎麼討回公道 對 那其實過年 大家休息很久 大概有九天十天 那你除了打牌之外 你可能可以多做一些功課 打小孩不能打 你要多研究一下股票 那股票買什麼 營收創高卻委屈 這個我們在之前曾經講過一次 在去年的十二月的時候 那那次我記得是十二月十二號 當時節目的字卡就是這一張 那那時候有三頁 所以這是第一頁 我們講了六檔股票 當然不是所有的股票 真的都漲翻天 當然因為這兩檔 可能有跟這個 剛才冠青老師有講到 齊鴻跟富士達 都是跟AI有相關的 那富士達是折疊手機 那我們說那當時是委屈 什麼叫委屈 就是他的營收 在十一月份營收 他是創高 創高他的股價卻沒有漲 就是他股價是怎樣 在這個我們當時定義是說 在月線或是在季線之下 那營收創高的股票 股價沒有漲 就覺得很奇怪 那可能是法人不愛 或是什麼原因 不管怎麼樣 但他可能會有機會往上 所以我們看 從這個十二月十二號到現在 當然這兩張股票都漲得相當多 例如說我們看齊鴻德K 三零一七這一檔的這個股價 我們十二月漲的耶 我們在這一天大家就提到 為什麼 因為當時他是跌破了這個均線 對 那營收創高 但是股價可能整理了很長一段時間 就有點委屈 當時的股價是收三百零六塊錢 對那講到現在的話 就大概將近五百塊左右 所以他的報酬率相當高 當然這漲很多 所以我們拿出來講 不過代表這個還是有用的了 那待會我會教大家 假設我跟你講了十檔股票 那不是每一檔都會漲啊 那是不是有什麼樣的一個特定的SOP 你可以發現上車的機會 那另外一檔這個富士達 哲傑手機也一樣 他在十二月十號那時候的股價 那一樣我們看他的K好了 我們來看這個六八零五這一檔 一樣十二月十二號 那一樣他在這個十一月份開始 漲了一段之後 是不是開始往下走 然後到這個地方被撈出來 對這地方被撈出來 當天的收盤價叫做三百八十五塊 對那一樣啊股價他那時候是跌破 在月線下方 但他十一月營收還是高的啊 所以我們就來盯著他 看他什麼時候可以發動 那你可能從這邊看到這邊 你就會覺得那個張老師在唬爛 講的根本就不會漲啊 所以我們還是會教你一個SOP 待會你就可以抓到 怎麼樣去找到他發動的那個點 好那我們來看下一頁 那當然我們當時講了幾檔嘛 那後來有些可能還沒有漲 就還是維持在一個低檔震盪的格局 那什麼時候會發動呢 我教大家一個 這個我們在幾年前 大家有講過 但我想大家都忘記 叫做RSI 那RSI他是誰發明的 可能沒有人知道 你去Google一下 會找到這個人叫做韋德 但是他後來也把他自己的理論推翻了 所以我們先講他原本怎麼講 他說啊這個RSI指標 你應該七十以上你就要賣出 然後到三十以下買進 所以我們假設白板長這樣 例如說我們把這兩條線畫出來 這個是七十這個是三十 他是說當你的這個指標跑到七十以上 你就要賣股票 然後你到三十以下你就要買股票 那聰明的人一看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標股 他可能RSI會在上面盤整 這個很長一段時間 例如說三個月六個月都有可能 所以這樣可能是當時 他在美國做股票這樣會賺錢 但其實放到現在可能不OK 所以果然後來就有一個人跳出來 他叫做卡維爾 他說其實這樣不行喔 你應該要做順勢 那順勢我想像最近標股也很多 有一些不賺錢的股票也漲了相當多 我們就不講什麼集團 那多頭的走勢應該怎麼樣呢 他是要從小時線 而且你不要看日線 你要看短一點 小時線的RSI 站上六十他就開始走多 然後就要開始做多 你就可以做多 那就這麼簡單 然後咧當他跌到四十以下的時候 這一段多方其實就結束了 那你拿任何一檔K都可以 例如說你剛才從九點做到現在 你可能看到二十檔股票 你就可以一個一個把它挑出來看 到底現在是屬於哪樣的格局 假設我們這個兩條線嘛 這邊不是六十跟四十嗎 一檔股票他穿過六十到這邊晃晃晃 都沒有跌過四十 那這叫做多頭壓回 多頭壓回就是你還可以買他 什麼時候買 等他再穿上去 這邊就可以去買進 那導播可以幫我清一下 如果這兩條線 他是上去之後 這邊掉下來 那叫做多頭結束 你要買你就要等 那等什麼時候呢 等他重新回到六十以上 所以不管什麼股票 基本面財報財報 你都不清楚也沒關係 你就用這個就可以抓到他 相對可以進場的位置 好那什麼時候可以把這個股票 從你的選股池移除 就是如果他的月營收沒有在創高的時候 你就可以移除這個選股的名單 所以前提是營收創高 但股價如果沒有飆上去 就用這樣子的操作策略去操作 你就盯著他看 對對對 我們來舉例一下 比如這類型的股票 大概二三十檔左右 我昨天晚上去撈了一下 那這個是我們舉例 當時假設我們在12月12號 你看到節目的時候 齊鴻好像真的委屈了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來盯著他 對不對 一樣這個是你的這個通道 對不對 你上方這個就是六十 這個字也比較小一點 這是六十 然後這個是四十 那我的設計是這樣子 當他六十以上 他會變成紅色 我這指標會變成紅色 所以你看從這邊晃晃晃 什麼時候 這邊有一段 對不對 這邊有一段 那股價就維持一個 這個高檔的震盪 再來我們從節目開始 應該是12月多 應該可能這個地方開始 那你就看到這邊是不是上去了 對 上去六十以上 然後到這邊是不是就結束 對 所以我們圈起來 這一段的黑虛線 就是第一段的多頭 那股價從這邊到這邊 那其實 每一次穿過了這個六十 都是上車的機會 都是上車的機會 沒有出現這個 多頭都還沒結束 你只要不要掉到四十以下 他都是一個多方的股票 所以這是第一段 當然這段時間 他沒有漲太多 所以這邊就結束了 那第二段呢 就從這邊開始 就12月底開始 這邊 一直到這邊 都還是多方 因為他穿過六十以上 是不是都還沒有掉到四十下面 對不對 所以這股價就會持續的 再往上走 這是啟鴻 來富士達指令一下 那另外一檔跟他就長得很像 他們其實也是互相持股的母子公司 那一樣我們在這個地方 講這個12月12號附近 就還是一個偏空的 都還沒有進場的訊號 對 所以這個第一段開始了 這邊進場 然後這邊出 所以我們對過來看 這邊進這邊出 應該是小陪 對 那第二次進場在這個地方 然後後來最近你就可以抓到 他往上漲上去的這個過程 對 所以這個是類似的做法 就是你第一個先把這個最近委屈股票 拉出來看 然後咧 哪些是還在空方的 空方你就有機會 那如果是多方 你就等他壓回 然後不破四十 重新站回六十 假設你在這個地方是空手對不對 你到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再追 這邊就可以再追 因為他重新又回到六十以上 那所以現在為止 齊鴻跟富士達都還沒有出現 多頭結束的賣出訊號 對 他就是多頭持續 因為他在六十以上 都還沒有調回來 如果是空手 可能就會有點追高 那我問 現在已經在這邊了 所以要追的話 等他這個訊號再回來一點 對 你等他回到六十以上 然後不能破四十 就重新勾上去 他就是一個比較好的進場的位置 好 這我們已經錯過第一次的 十二月十二號的最好的時機了 目前還有哪一些符合這樣的訊號 對 那目前有幾檔 我們特別撈了一下 就是量稍微比較大一些的 有的量比較少 那可能流動性會有些問題 那第一個5483 中美金 那當然我們基本面看一下 就是可能最近不要賠錢的 所以最近四季 就是一年他是要獲利的 所以他其實績效還不錯 賺了17.28 EPS 殖利率將近5% 那這是最近法人的一些狀況 十二月零收是82.9億 他的前高是75億 那前高不一定是前一個月 可能是前兩個月 前三個月 像這個有一檔是 我記得是細微還是心通 就是他每三個月會創一次比較高 可能是他的入帳的時間 所以他的前高是75億 所以中美金的 月營收增幅是10.53%左右 那我們來看他的K 看他的日線的話 他目前應該就是在這個 因為昨天撈出來 黃色的線是我們看 季線 五日線 五日均線 所以被我們撈出來這個地方 那今天就有一點紅色 那因為我們是禮拜五收盤撈的 所以今天剛好是一個紅磅這樣 那你就可以注意一下 他的小時線的RSI 符不符合我們要的這個狀態 所以看小時線的RSI 小時線的RSI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材料KY 這個常常被撈出來 營收一直創新高 但股價其實都沒有往上走 那他的EPS其實也相當高 48 值率率是0.77 這個稍微低一些 那法輪人不太愛 最近大概站在賣房 營收12月份是13.51億 那上個月11月是12億 所以增加了8.6%左右 那股價都是往下 那黃昌是這個營造 主要在做個公共的工程 橋樑那些 他的基本面其實也不錯 EPS是1.34 那值率率是1.96 那股價大概還是委屈 那增加比較多大概是興通 我們看興通他的營收是1.85億 在12月份是創了很高的一個幅度 那前高是0.95億 那這個成長率大概94%左右 那股價也是稍微 他算是漲多有一點壓回 那今天還是收黑對不對 那收黑其實機會就來了 你就可以去對照 例如說我們去看他的小時線 那我們就把3025切成一個小時的K 然後下方就去看他的RSI 那其實你可以把你自己的看板 是一種設計兩條線 就60跟40之間 那目前這一條線的數值在26.37 都還沒有回到60以下 對 那我們來看這一波 什麼時候掉到40以下 應該大概是在這附近吧 對不對 那對上去看 爆量這一根 所以從這邊開始啊 你要再去買興通 都會稍微有一點辛苦 因為他就是空頭嘛 對 除非你的口袋夠深 你要分批成接 你可以這樣買 否則你下次應該等到他回到60 例如說這邊畫一條線是60 然後站上去 那因為他的這個營收好嘛 那可能股價後續會有這些反應 他可能就會漲 所以不僅他可以找到你的上車時間點 他對於你在車上該不會下車 也是非常重要的訊號 因為這個訊號代表 他的多頭已經結束了 所以你如果中間這邊有持有的話 看到這根黑黑 恐怕就要先提醒自己 是不是要考慮下去 對 你只要看這個指標掉下去 你應該就要儲 如果你是做一個這個價差的交易者的話 你不是價值投資嘛 所以你可能就要出場 OK 除了興通 最後一檔細微也被撈出來 對 那細微一樣 4GPS是4.9 值率還不錯是5.32 那營收1.62 以前高是1.50 這個差不多 就多一點點 那增幅大概是5.19%左右 那我們來看他的這個K好了 他一樣昨天被撈出來 是一個小的 這個算是小黑棒 這是60分線 這是60分線 那我們看一樣他這個地方 大概是在50以下 所以一樣就可以等他的機會 他如果有回到60的話 就是一個多方上車點 那其實他從高點下來 很長一段時間 你就可以留意他有沒有這個 股價長期打底 慢慢往上攻的氣質 OK好 這是卡維爾用的RSI的進化版 怎麼樣去讓這些營收創高 但是股價受委屈的 來還他公道 這個卡維爾進化版的RSI 還可以用在哪一種狀況 他可以用在法人買很多 但是股價還沒有漲 例如說像投信 我們撈了一下投信這個 買最近幾天 最近三天吧 買超前30名的 但是股價破三日低的 那24.9金元電 他一樣他做這個封測 那你看這個小時線 他是往下走 那這個是最近的狀態 那前高在這個地方 就是前面的多頭 從這邊開始 突破了60 60以上對不對 那現在是碰到40以下 多頭感覺快要結束了 對所以他感覺多頭快要結束 對不對你就等 如果你對他很有興趣的話 你就等他 如果能夠勾上去的話 你再去買進 就會比較能夠去複製 他過去一段時間上漲的狀態 這個指標適合用在大型 有量的全值股 還是中小型股 會比較精確一點 你只要有K棒都適合 你只要有K線 都適合這樣的方式 我們只怕他盤整 譬如說他在多空之間 一直晃來晃去 那就會受不了 最好是趨勢一段很明確的話 他會更準些 就像剛剛齊鴻跟富士達一樣 對 沒有錯 了解 好 謝謝臨終請先回座了 所以 銀金龍年開紅盤 可以佈局哪一些族群 part 2要告訴你 有一些營收明明創高 為什麼股價還沒有上來 有一些法人 明明買了滿手 為什麼股價也沒上來 RSI的進化版 給您做參考了 休息一下 稍後要告訴您 最近大陸股市持續的走跌 今天降準兩碼 0.5個百分點正式的上路 還是救不了股民的信心 因為股民認為說 自己越買越跌 在中國大陸沒有抒發的管道 只好跑到了美國駐華使館 灌爆了他們的一個微博留言 大陸股市怎麼了 您手中如果有相關的基金 相關的ETF錢 那該怎麼辦 休息一下 期展告訴您 等一下 先不要走開 前線百分百的觀眾朋友 好快要告訴您 我們有新的理財頻道 請鎖定 Stair Rich小資理財藍圖 歡迎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每個禮拜二 禮拜四晚上 會有新的影片上線 投資理財千萬不要錯過喔 小資族懂得善待自己享受生活 培養品味與興趣 也要懂得理財 做聰明的消費者 每一筆花費用股票 ETF 基金 無痛增加被動收入 做有原則的投資人 每一筆投資靠紀律 膽識 理性 降低風險贏得報酬